幾點啊? 這麼早? 他們在搞什麼呢? 你們搞什麼? 這麼大的事你們不知道? 我們在唱張景軒演唱會飛 飛?要搶的? 贏回來的 現在只需要在網上成功開英王證券戶口 以及在推廣期間進行證券交易 每天第20個成功完成交易的客戶 就可以獲得 The Next 20 Hints Live in Hong Kong 張敬軒演唱會門票兩張 價值680元一張 推廣優惠期在2021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 連續10天 每天都送票 嘩 我說到這樣 你們還搶票? 不是呀 我現在搶了英王令券開戶 今天想跟大家宣布新的安排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都聽我做閱讀節目做了很久 但其實有時候大家的理解和學習 就變成一本書歸一本書的學習 但其實在我的閱讀經歷中 我發現很多東西可以融會貫通 還有很多舊書和今天的時事和最大關心的議題 都會有很多相關的地方 有時候我就想收拾一些舊書和大家說一些相關的議題 今天開始會做多些類似的節目 跟大家緊構時事再去讀書 當然原本我們做的讀書節目都會繼續的 大家都會定時起星期五收睇完整的閱讀報告 不過我想做多些事和大家分享多些 話說今天我想帶回其中兩本書 前提到的書 就是第一 第二集和第三集的節目 就是我們做的《貨幣戰爭》 即宋鴻碧先生寫的書 《貨幣戰爭》 以及第三本書《黑天鵝效應》 本來我想跟大家補充一些 我當時錄影的一些內容的補充 因為以前我錄得太短了 那個節目可能是八分鐘《貨幣戰爭》 其實《貨幣戰爭》是有五本書的 怎可能說八分鐘 即是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我沒有理由重新錄一集 所以就用一個聊天的方式 和大家recap一些內容 以及一些很主要的概念 以及如何和今天的一些時事有關 今天想說的最重要的題目 就是元宇宙的東西 即是Facebook的《珠黑八格》 現在想玩一個新的概念 我想和大家分享他如何和貨幣戰爭扯上關係 他和貨幣的關係有什麼呢 虛擬貨幣在這件事又扮演如何的角色 以及我們應不應該買虛擬貨幣呢 有一點個人的看法 剛才吃飯的時候就和導演和團隊聊聊天 他們說不如一會兒分享一下 給觀眾聽聽這些分享 以下的一些說法 全部都是個人的看法 因為我沒有相關IT的知識 也不知道蜘蛛幣戰爭是在做什麼 其實我不太知道裡面的操作是怎樣的 Blockchain的運作是怎樣的 但我純粹想用一個貨幣和經濟的宏觀角度 和大家說到底元宇宙會怎樣影響 我們之後的經濟體系和Purchase的習慣 會怎樣的慣性會怎樣的 講開元宇宙這件事 Facebook就改了名叫META 改成META META是什麼呢 其實META這個字就是圓的意思 因為我們以前讀哲學的時候 其實有個主流的學科叫做METAphysics METAphysics就是形而上學 其實是什麼學科來的呢 就是解起物理學之上的一個學科 就叫做形而上學 譬如物理學可能是研究一架飛機 可以怎樣飛起那些東西 即是科學的東西 而METAphysics就是暫起科學之上去看科學 就叫做METAphysics 譬如說當你研究上帝是不是存在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METAphysics的議題 我覺得Facebook這次把元宇宙改名改成META 我也覺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因為以前我一直認識的META這個字 是一個概念上的思考 純粹是讀書的時候 一個象牙塔裡面的一種討論的知識 但將META這個字 真的變成一個生活上的一個 將會在我們的世界中出現的東西 是我人生中見證到的第一次 所以我對這件事也非常著弱 那麼它和貨幣戰爭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的貨幣戰爭的節目 其實這個概念在於這個世界所有的經濟 一個宏觀的局勢 其實是搶佔貨幣的領導地位 不管任何的貨幣 包括美國 人民幣 或者是比特幣 或者是以太幣 其實它都是搶佔貨幣的主導地位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和一個例子 你可能會比較明白貨幣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認識貨幣戰爭之前 其實首先要認識貨幣是什麼 大家一起思考一下以下這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這個市場上有三個人 分別是A B 和C A是一個銀行家 他開了一個銀行出來 購銀行沒有錢的 OK 那B是一間建築公司 或者叫做裝修公司 沒所謂了 他是一個實業家 B這個人就有100萬 因為他在外面賺了100萬 他就有100萬傳到A的銀行戶口 OK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的A和B的資產會是什麼呢 A這個銀行家就有100萬 銀行裡面有100萬 而B也有100萬 因為他傳了100萬去A銀行裡面 只要他要拿100萬出來的時候 A銀行要給他 OK 現在是A和B的財富分佈 然後你想想 再有一個人叫C C是一個想開一間餅店的女生 他想開一間餅店 這間餅店開業成本要100萬 包括儀器 器材 裝修 舖租等等 起動要100萬 他就找了B這個建築公司 幫他開這間餅店 他需要找他 但C本身沒有錢 他怎樣做呢 他要找A銀行借錢 A銀行借了100萬給C 於是C現在有100萬 他就可以找B公司幫他裝修 然後成功裝修好了 正式可以起動 B現在有200萬 因為B賺了C100萬 因為他幫他做裝修 B又把這100萬傳回到A銀行裡面 OK 大家可以跟著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呢 A銀行現在有100萬在裡面 因為他本身有100萬 但他借了100萬給C 接著C就轉了給B B就傳回到A是100萬 B就有200萬了 因為他一開始帶了100萬 入錢到A銀行 接著他賺了C開餅店的小姐100萬 他有200萬存在銀行 而C也有一個店舖可以做生意 大家看看經濟活動怎樣展開 就是這樣的 其實在這件事裡面就不止100萬 一開始就只有100萬 就變成了銀行有100萬 B有200萬 而C也有價值100萬的東西 因為那個店是值100萬 變相值多少錢 100萬 200萬 300萬再加 現在也有400萬 有400萬在這裡 所以經濟活動就是貨幣是甚麼來的呢 貨幣是對未來的信任 就是一個貨幣 如果他們三個人 現在要將這100萬兌現的時候 甚麼兌現呢 換成物資的話 整個經濟看起來就會崩潰 就會即時崩潰 因為其實是沒有那麼多物資 給他們即時兌現的 他們是一定要將它傳入銀行 而是對一個以後將來的經濟活動的期待 他們將這個貨幣 其實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放棄銀行的錢 其實這個錢嚴格來說 你還未將它買成一個服務 或者可能你買了一層樓 那層樓是你的 那它就等於兌現 或者你買了一些食物 你吃了肚子兌現 如果你還未買的時候 它在銀行裡面是一個信任 譬如一百元美金 你對於這一百元美金 將來可以換到相應的產品 它的信心 但這個信心一旦沒有了 就整個經濟體系就會崩潰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貨幣戰爭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搶佔著誰對於未來的經濟的信心 那個流向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是一間商店可以說 什麼街或者是為什麼 其實它出一個什麼街 不是說粗口 就是什麼街的貨幣是一千元的 你買它一千元的QPON 其實你是信它之後會兌現貨品給你 如果你知道它明天會倒閉 你老虎蟹也不會買的 你一定不會買的 其實貨幣是一樣的東西 貨幣戰爭這個 term 你用在今天的角度 稍後我解釋它和元宇宙的關係 不過我先給大家一些基本概念 其實就是你買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將你的未來的生活和你未來的人生 壓了上去 你相信它 你買美金也是因為這樣 你買港幣也是因為這樣 買人民幣也是因為這樣 如果你拿著今天人民幣的時間 如果告訴你中國大陸是沒有實體的商品的 即是沒有小米 沒有其他中國製造的產品 沒有中國製造的食品的時間 你拿著人民幣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如果你今天持有任何貨幣 其實是因為你對貨幣所代表的實物有信心 如果你今天買人民幣的時間 而中國大陸是一片死水的 即是一潭死水的經濟 完全沒有實體生產的時候 你是不會想要人民幣的 因為人民幣最終是要買回中國的產品 所以一個地方的經濟實力越強 它真的有實體經濟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它的貨幣 因為最終你也可以換回實物來使用 如果一個國家是不斷地印錢的時間 它其實自己沒有貨幣的 它沒有賣的時間 你不會想要它的貨幣 虛擬貨幣呢 我之前說它和元宇宙的關係 有時候跟大家更新一下 VIP會員專區的資訊 最新的閱讀整理包括有 《雜訊》、《反叛》和《原則》 幾本都是大師之作 也不可多得的好書 如果大家喜歡 Lowry和好書的節目 記得不要錯過了 多謝大家 虛擬貨幣之前我一直都不看好這件事 當然我是很粗淺 有些人可能會笑我 不懂的 升了傻 我不是說升跌的問題 我不是說它 你會不會在賭博市場賺不賺錢的問題 我不是說經濟的背景 和經濟制度運作的問題 我之前不看好的原因 是因為它不能下地去換成一些真實的商品 而以美金計價的Bitcoin也好 其實最終人是想要美金 而不是想要Bitcoin本身 因為我們用美金的計價 以前可能1元一個Bitcoin 現在是5萬元一個美金 因為我知道我拿了Bitcoin 以前1元現在可以換5萬元美金 那我就想要 但其實我想要的不是那個Bitcoin 我需要那5萬元美金 而我們真正有信心的東西 到了這個時刻 這5萬元美金 所可以換的實物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之前我為什麼不買Bitcoin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其實是這樣的關係 而我不知道到哪個時刻 它不能換美金 所以我就不買 但元宇宙這個概念出來之後 我就覺得整件事是game changer 就是改變遊戲規則 因為元宇宙這件事將會發展成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會看到一些科幻的電影 接下來這個世界可能會變成一個 好像叫做平衡時空的世界 元宇宙的世界發展到極端 就像那部電影《挑戰者1號》那樣 就是大家坐在一個地方裡面 就是不需要很大的地方生活的 我們的家具和家庭的環境 不需要很漂亮的 因為我們只需要VR帶著 裡面就可以看任何東西 甚至我的女朋友都是VR的 不需要真的 女士不用擔心男士會這樣做 因為你到時的男朋友都是VR的男朋友 即是有吳燕祖 金城墓給你選擇 你不用擔心 你老公背叛你 即是沒有這個issue 即是發展到極端 這個開玩笑是否會發展成這樣 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possibly會這樣發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世界就會有兩種消費品 一種消費的商品 就是我們現在的 physical的世界裡面的消費商品 譬如我們要吃飯 我們要睡覺 我們要坐沙發 我們的消費品 但在元宇宙的世界消費品 就是那堆虛擬的消費品 譬如裡面的一套skin 一套衣服 你可能有一個VR的女朋友 他分grade的 A級的女朋友就很貴的 S級的可能是日本明星都很貴的 沒那麼漂亮的就便宜一點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分 不只是女朋友的 你在VR世界的住家屋 都是有分等級的 你要賺到那些錢才行的 到時Payment的Medford 一定不會是拿現金去付的 但他可能會用現金去充值 去跟Facebook買一些Facebook的貨幣 拿他的貨幣就買那間屋 和美女女朋友或男朋友了 到時消費模式會這樣 所以如果世界會變成平行時空的世界 一個是physical的世界 一個是虛擬的世界的時候 那就變成虛擬貨幣就有價值存在了 因為可以落地 而現在這個時刻 雖然Tesla之前說他肯收比特幣 去賣Tesla給你 之後又縮下又不肯 你看到現在是未落地的 因為絕大多數商店 都不會收虛擬貨幣 作為他換服務或產品 給你那種方式的 他不接受的 因為太過浮動 我這次給了0.001個比特幣 轉頭跌一半 那他怎樣保證他的收入呢 除非他很看好這件事 所以我又不見到很落地的這件事 都仍然是萌芽階段 而元宇宙的出現 其實就是將整個世界遊戲規則改變了 簡單來說 所以又提供貨幣戰爭這個問題了 就是如果我們老一輩的 例如老人家不用虛擬貨幣 他們過多幾十年全部都走了 現在年輕人很多人都認識的 其實我已經開始是老一輩 我已經不太知道這是什麼 也都沒有參與 但是現在年輕人認識的時間 他們未來的消費就是那些東西 就是那個虛擬世界的商品 只要那樣東西是 下一個世代的人用的東西 那這個貨幣就會很值錢的了 即是誰不是叫值錢 它是會大行其道 會作為一個交易的工具 以後的新世代的世界的消費模式底下 這些虛擬貨幣將會大行其道 因為傳統的貨幣是不合時的 當然貨幣戰爭的精結在戰爭 那是不是真的會比特幣 如果他們贏了也未必的 因為原宇宙要走得通 你還要過一關 過政府的一關 因為主權貨幣是一個國家徵稅收入 很重要的一件事 它不可能會容許一個 所以中國大陸進行了DCEP 即開始進行一個人民幣的虛擬貨幣 人民幣基礎虛擬貨幣 它會怎樣玩這件事呢 我們之後會看到一個主權貨幣和虛擬貨幣之間的戰爭 那有沒有可能是政府用政府的角度去參與現在的虛擬貨幣呢 可能比特幣已經走得那麼厲害了 那其實我不如參與它吧 我不是想打擊它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也有可能的 所以到了這個時刻 我對這件事就開始比較開放 之前我就比較保守一點 覺得不玩的 覺得都是一個賭具 但如果世界會這樣翻天覆地變化的時候 我就會考慮去想這件事 其實這個META對我來說是一個黑天鵝事件 因為挑戰者一號的世界 在以前只不過是在一個想像中出現 但現在似乎將會變成現實 那一開始META 當然我不是很清楚 朱克伯格的宏觀藍圖是怎樣的 可能一開始META 只不過是給大家 可能很簡單地帶著VR可以開會 我已經看到導演或者副導演在我旁邊 即坐在我旁邊我另外看到他開會 之後變成其他東西 即其他的應用 最終他都說會設計一些有體感的東西 即是你貼在人體裡面會感覺到一些 感覺上的東西 觸感上的東西 他可能再發展成一些味覺的感受 感官的感受 或者吃東西的味道 原來你可以在那樣東西也感受到 變成到時這個世界需要什麼資源呢 以及現在的資源的需求 會不會有很大的分別呢 可能也會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黑天鵝事件 我想帶回去黑天鵝效應的一本書 黑天鵝那一集 大家可能記得節目的內容 就是那隻火雞 火雞就是用了一千日的時間來構成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主人會一直對它好下去 因為線是一直向上 但一千日後就變成了一隻感恩節的食物 那樣的火雞 一夜倒進去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預警 對於我們每一個投資者 或者每一個人 你思考的時候不可以用一個善性的思維來思考 用一個很跳躍式的思維來思考 Meta出現就是這樣的事 即是我們以為會一直慢慢發展 它一聲就爆出來 原來整個虛擬貨幣的世界會改變 在我眼中 它裏面有個故事 我就記憶猶新 這個故事是一個遊戲 簡單的思考遊戲 都問一問大家 如果我今天在你面前就摘公字 我就跟你說 這個是隨機的一個遊戲 我會摘一百次 我摘了99次 都是摘了一個字出來 接著我摘第一百次 我叫你猜 到底我第一百次會摘公還是字 那你猜吧 大家又思考一下 到底第一百次會是公還是字 大家可以按暫停去思考 但我繼續討論的結論 為何要問這個問題 一般讀數學系的教授說 不關事的 之前開了99次字也好 下一次摘公字 都是一半公一半字 因為50%的機率 這不是錯 是對的想法 但這本書中有一個人 叫做伴子冬利 我很深刻 因為Nasim Nikos Halab 很喜歡說伴子冬利 伴子冬利是一個非常 smart的企業家 他是一個street smart的企業家 即是說 他是有那些在江湖運那種聰明 就不是學術那種聰明 不是學院派那種 那他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就說去你的 即是說這個遊戲 我才不跟你玩這個遊戲 因為你跟我說是公平 我才不相信你 因為你集到99次是字 其實這個遊戲不可能是隨機和公平 你一定在硬幣上左手腳 所以我就不玩 或者我認為我怎樣猜都沒有意思 因為你已經控制了賽果 即是結果了 那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就是真正的跳出框框思考 這個故事我記得在很多年前看的時候 影響了我很多 甚至影響了我創業的一些思維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就是 很多人都是跟別人的遊戲去行 就像我跟你說是隨機的時候 你就會假設這件事是隨機和公平 其實他根本就不公平 因為99次都詐了字 他肯定是做了手腳的 所以你應該去挑戰我 為何要問你這個問題呢 就是你玩什麼你一定是做了手腳 如果你會用這個方式思考 就進入了黑天鵝效應他的思考世界裡面 你用了他這個方式思考 你就會比較用一個 能夠用不是火雞的方式去思考 我們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我是沒有結論的 只不過我想借這兩本書 去跟大家分享最近發生的一些事 而這個世界似乎向一個極端的世界的方向走 將會有越來越多這些黑天鵝事件的出現 是完全衝擊了我們對以前的世界的認知 那麼大家要準備好這件事 而它裡面給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Barbell Strategy 以前分享過的就是降寧策略 就是去投資兩邊極端的東西 去獲得一個不對稱的回報 即是說你可能不相信虛擬貨幣 你不相信Meta 但去到這樣你可能都不可以完全不相信 你有一百萬身家 可能你怎麼都要放一萬元進去呢 買一顆以太幣或者買0.00個比特幣 我不知道 或者買那些 不要買魷魚幣 因為魷魚幣證實是價錢的 那這些就是你要想的一個叫Barbell Strategy 我想今集的分享就差不多到這裏 就是recap之前兩本書 而我在節目的時候是沒有講到 用這個角度去分享的 大家都可以告訴我 其實你喜歡聽什麼的題目 或者關心什麼題目 你提出問題會幫到我思考 因為有時候我想不到那麼多 我的東西看完之後進去腦子 我又不記得 我又不記得拿出來 你們可能有一個問題會刺激我 我突然想到 因為剛才我不是想說這些東西的 是導演問我Meta的時候 我又覺得可以想一下 我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今天這個ad hoc突然做的節目 來到這裡了 我之後會再做多些這些類型的分享 跟大家再去講一下不同的知識 希望你們喜歡這類型的節目 下次見 拜拜